镜头来到花莲县的玉里镇 来看看法国神父刘一峰来台湾49年 他是如何照护花东地区身心障碍者的故事 接着就来看我们的报导 开着小发财车每天穿车在大街小巷 在花莲南区玉里镇上有个老外 大家都说他比台湾人还要更爱台湾 而他的身份其实是位来自法国的神父 在花东偏乡专门照顾神心障碍者 我觉得幸福中的神父他是超级大好人 神父为玉里镇上贡献真的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说做资源回收还是帮助人家搬家 今年74岁的刘神父 25岁就被派驻到台湾服务 民国88年 原本花莲县玉里镇的安德企治中心负责人 故超前神父过世后 他就接下棒子继续照顾这些神心障碍生 而为了训练这些孩子职能 这几年由神父开设了资源回收中心 和二手书店 也顺便让失业的民众可以有工作做 我们是尽量的要能把一些工作给他们 这样他们就不会无聊 也可以自己可以站起来 自己感觉到他们在社会里面 也是有用的人 这样他们对他们的周年是很重要 而随着时间的增长 刘神父担心身心障碍运生 有一天老了将无处可去 于是他开始新建筹办一间 专门照顾50岁以上的老年身心障碍者安养院 希望提供完整的终老照顾 在台湾服务了49年 刘神父这一生 待在台湾的日子比家乡 法国还多 这里已经变成他第二个家 刘神父还表示 自己百年以后就要葬在狱里 他早就不是老外 而是真正的台湾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